一个脚步沉重,完全没有武功的女人,这样的人,怎么可能把这条巨蟒弄得这么狼狈? 要知道,他们追了这条巨蟒三天了,都没有办法在她身上留下哪怕一道伤口。 七哥,是我看错了吗?那个女人好像不会武功。 叫小五的女子看着林初九飞快跑开的身影,不自在地揉了揉眼睛,那个女人跑得再快,身形再矫健,也改变不了她不会武功的事实啊。 就这么一个弱女子,居然能重伤这条他们兄妹二人联手,也伤不了分毫的黑暗巨蟒。 是不会武功,但有很多小东西防身,你忘了,刚刚要踩的东西了。 男子指着外皮被灼伤的蟒蛇,看到没有,黑暗巨蟒可伤得不轻。 就算有小东西防身,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,怎么可能困得住黑暗巨蟒? 黑暗巨蟒可是出了名的身形灵活,最主要的是,它和别的蛇不一样, 她的视力十分好,可以避开一些要命的攻击。 叫小五的女子,还是不敢相信,困住黑暗巨蟒的人是临初九。 太,太不可思议了。 要说小东西,她身上也不缺小东西呀,暗器毒药她都有带, 也朝黑暗巨蟒交互了,可明显效果一点也不好。 事实摆在眼前,我们说这些没用。 对方能把黑暗巨蟒制住,就表示有两下子。 对方无意对我们出手,我们也没有必要纠结对方的实力。 男子对林初九并不感兴趣,他在意的是黑暗巨蟒的蛇胆。 小五,你盯着点,我去取蛇胆。 好,七哥你当心些。 小五,小五重重点头,指了指地上被灼伤的草地。 别踩到白帕的地方,虽然不是毒,可是真的很疼。 知道了,男子没有一丝不耐烦,提剑纵身一跃,落到黑暗巨蟒的头顶上。 男子双手握剑正欲刺下。 可就在此时,重伤无法动弹的黑暗巨蟒,突然奋力一动, 整个蛇身在原地三百六十度大翻滚,然后弹了起来。 没有意外,男子也被弹飞了出去。 该死。 男子咒骂了一声,在半空中一个翻滚,还未落地,就看到黑暗巨蟒朝他扑来。 男子没有犹豫,举剑迎了过去。 可是,黑暗巨蟒的皮真不是一般的厚。 男子一剑斩下去,却只在他后皮上划出一道浅痕,连血都没有见。 该死的,早知道就该把天外玄铁的武器带上。 男子一击不中,只得翻身后退。 黑暗巨蟒不依不饶地扑过去,因为受伤身形有些笨拙,可就是这样,也把男子折腾得够呛。 七哥,怎么了?黑暗巨蟒不是受伤了吗? 小五在一旁急得大叫,恨不得上前帮忙。 我看到他应该是中毒了,现在只是撑着一口气。 小五别急,七哥可以应付他。 男子明显能看出来,黑暗巨蟒不管是速度还是力度,都弱了不止一点。 知道只要拖拖时间,就能把黑暗巨蟒拖死。 一人一舌便在林中打了起来,渐渐男子占了上风,可就是这样,他也无法轻易取黑暗巨蟒的命。 林初九跑回灌木丛,还能听到男子与巨蟒交手的声音。 不过,林初九并没有放在心上,他就躲在灌木丛里,等暗巨带人过来。 别看他在林子里走了一个时辰,实际上,他离暗巨几个并不远。 林初九估计,暗巨几个人最多两克钟就能赶到。 林初九暗自祈祷,那条蟒蛇能撑过两克钟。 这样,那对兄妹就不会关注他了。 只可惜,现实与想象相反。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,林初九就听到扑的一声响,紧接着是女子尖锐的叫声。 啊,啊,啊,七哥,炸尾!黑暗巨蟒炸尾了! 光凭这声音,林初九就知道,肯定是蟒蛇肚子里的硫酸瓶炸碎了。 里面的瘤酸喷了出来,在蛇体内流动。 果然,林初九很快就听到了巨蟒凄惨的叫声,还有男子气急败坏的声音。 糟了,蛇胆! 七哥,快退开,别被他的毒液啄伤了,那东西好毒啊! 你看,黑暗巨蟒的肉都烂了! 小五见男子纵身要去抢蛇胆,伤怕自己的哥哥出事,忙出声阻止。 不行,我要拿蛇胆! 男子想要拼一把,趁黑暗巨蟒上半身还未炸开,先一步把蛇胆取出来。 可是,那条黑暗巨蟒虽然受了重伤,可一时半刻死不了,而且,剧痛让他扛过了毒针带来的眩晕。 一瞬间,那条蟒蛇的动作更快,更凶猛,甚至差一点就咬住了男子。 七哥,快退回来,要是大哥知道,你为了他把命丢了,他一定不肯用蛇胆的! 小五气急败坏地大叫,眼泪都哭出来。 蛇胆! 男子仍旧不肯放弃,小五没有办法,只得拔剑月过来。 七哥,我来帮你! 别,小五,你站在那里,别过来! 天乱二字还没有说出来,小五就被黑暗巨蟒盯上了。 小五之前和黑暗巨蟒交过手,黑暗巨蟒知道他的实力比男子弱,立刻扭头扑向小五。 小五大叫一声,下一秒就被黑暗巨蟒缠住了。 七哥,七哥,救我! 您初九蜷缩在灌木丛里,虽然没有亲眼看到,可也知道那两人一蛇是个什么情况。 不外乎那轻衣男子想要蛇胆,却打不过蟒蛇。 叫小五的女子担心男子,上前帮忙,结果却被蟒蛇给缠住了。 作为一个有人心人数的好医生,林初九表示,如果对方受伤了,他一定会救对方。 可对方是被蟒蛇给缠上,他就爱莫能助了。 毕竟凭他的小身板,根本不可能是蟒蛇的对手,他要上前也是给人添乱,而且他可没有什么七哥八哥的,他就是被蟒蛇活吞,恐怕那男子也不会救他。 所以,他还是躲在角落里,别上去添乱的好。 林初九不认为,自己没有上前帮忙有什么过错,他并不是见死不救,而是真的没有办法救。 他总不能因为救别人而把自己的命搭上吧。 可是林初九不知,那对兄妹却因为他没有上前而怪上了他。 黑雁巨蟒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,如果没有林初九之前放的毒针,那对兄妹绝不是黑雁巨蟒的对手。 他们其中任意一个被黑雁巨蟒缠上绝对是死路一条。 可是,现在黑雁巨蟒受了伤又中了毒,实力大减,虽说叫小五的女子被黑雁巨蟒缠住了,可一时半刻还死不了。 现在的黑雁巨蟒,没有那个能耐,一下就绞死他。 小五,你再坚持一会儿,我很快就能救你出来。 男子一边与黑雁巨蟒缠斗,一边安慰女子。 七哥,我快不能呼吸了。 小五用力挣扎,却怎么也挣不开黑雁巨蟒。 七哥,刚刚那位姑娘呢,她不是能制服黑雁巨蟒吗?她怎么不来救我?我好疼啊。 小五,再坚持一下,很快就好。 因为小五的催促,男子不得不加快速度。 而这么一来,她也没空管蛇胆了,现在救人要紧。 小五也发现了,一脸愧疚的道。 七哥,对不起,都是我给你添乱了,要不是我的话,你现在就拿到蛇胆了。 给你没关系,是七哥实力不济。 别说话,保存体力,七哥不会让你有事的。 男子手中的剑越挥越快,几次都刺中了黑雁巨蟒。 却因为黑雁巨蟒的外皮太硬、太滑而滑开了。 小五被黑雁巨蟒越长越紧,双腿被蛇伸绞着,痛苦不堪。 七哥,我不行,快不行了,救命,救命,救我,七哥。 小五,再坚持一下,七哥这就去救你。 男子看了小五一眼,知道他快撑不住了,咬咬牙,迎面冲向黑雁巨蟒的舌头。 黑雁巨蟒嘴巴大张,咸叶顺着嘴角往下流。 男子双手握住剑,如同利剑扑向舌嘴。 人与剑同时没入舌嘴。 啊,七哥,不要啊! 叫小五的女子惊恐地大喊,拼命地挣扎。 七哥,七哥,不要啊! 其实他的担心是多余的,男子并不是被巨蟒吞噬,他是主动跃入,怎么可能会没有准备? 黑雁巨蟒外皮实在太硬,男子根本无从下手,只能从里面攻克。 当他握剑冲进去的那一刻,他手中的剑就被黑雁巨蟒的内部搅烂了。 黑雁巨蟒痛苦地扭来扭去,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小五,蛇身一动就将小五给甩了出去。 小五被甩飞出去,撞在树上,又重重落下,当即就晕了过去。 男子则仍在蛇腹中,不过双腿还露在外面。 被黑雁巨蟒咬住,可也只是一刹那,很快那黑雁巨蟒就无法动弹了。 因为男子的剑直接从里面刺了出来。 一时间鲜血如泉涌,腥臭的血不断地往外涌,而男子的剑也往后收,一点一点割破蛇皮,很快男子的头就从里面冒了出来。 此时,黑雁巨蟒已一动不动,嘴里仍咬着男子的双腿,可却没了之前禁锢的力道。 男子很快就从蛇身里面钻了出来,不知在蛇腹里沾了什么,男子身上一层薄薄的血膜,看上去怪吓人的。 男子腿上受了伤,亮呛地从蛇腹里出来后,便将这层薄膜撕了,跌跌撞撞地朝小五走去。 小五,小五! 男子叹了叹女子的鼻息,见女子还有气,狠狠松了口气。 手忙脚乱地从身上取了药,放在女子鼻尖。 不多时,女子悠悠转醒,虚弱地道。 七哥,你没事? 七哥没事。 男子扶着女子坐了起来,女子惊呼一声。 啊,好痛! 小五,哪里痛? 男子一脸关切,却不敢乱动。 小五喘了两口气,脸色惨白地道。 啊,呗,还有腿,泪骨断了,七哥,我的腿使不上力了。 小五看着自己被卷成麻花状的双腿,眼中闪过一抹惊恐。 七哥,我的腿是不是废了? 这腿还有救吗? 当然有救,你只是受了伤,七哥带你回帝国,到时候让御医为你诊治,很快就会没事。 男子连忙安慰女子,可在女子不注意时,眼中却闪过一抹自责与愧疚。 小五这腿不可能治好。 七哥,我的腿真的能治好吗? 女子如同溺水的人抓住浮沫,紧张地问道。 男子重重点头,相信七哥,一定能好。 要是御医治不好,七哥就给你去找龙破草,有龙破草在,一定能好。 我相信七哥。 小五听到这话,情绪平复下来,看着不远处的黑雁巨蟒,问道。 七哥,舌胆呢?你拿到了吗? 没有,舌胆被我绞碎了。 男子一脸遗憾地道,小五脸色一白。 舌胆没了?七哥,我们是不是白忙一场? 小五看着自己的双腿,眼泪直落。 七哥,都是我不好,要不是我的话,你也不会为了救我,拿不到舌胆。 没有舌胆,大哥的眼睛怎么办?都是我的错,都是我的错。 七哥,都怪我,要不是我给你添乱,我们现在就拿到舌胆了。 大哥的眼睛说不定也能恢复了。 七哥。 不管你的事,是七哥没有保护好你。 男子也很遗憾,为了黑雁巨蟒的舌胆,他们把东文、北历、南蛮和西五四国全走遍了。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百年以上的黑雁巨蟒,结果却没有拿到舌胆。 不是,不管七哥的事,是,那个女人,对,就是那个女人,她居然见死不救,七哥,都是她的错。 要不是她见死不救,胆小怕事,我们怎么会拿不到舌胆?我的腿又怎么会出事? 小五不承认自己的错,也不肯承认自己哥哥有错,便把错全往林初九身上推。 男子自然知道这事与林初九无关,可看到小五一脸猙獰的样子,怕小五出事,只得顺着他的话道。 对,都是那个女人的错,小五别难过。 小五用力点头,附和男子的话。 七哥,那个女人太坏了,我要杀了她,我一定要杀她。 我东阳若武,以东阳家的名义几事,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害我双腿受伤,害大哥眼睛无法恢复的女人。 七哥,你也是,见到那个女人,绝不能放过她,你一定要杀了她,为我和大哥报仇。 男子见小五已入魔杖,怕反驳会让小五失控,只得附和的点头。 好,我们杀了她,为大哥和你报仇。 没错,这对兄妹就是中央帝国七大世家之首的东阳家的公子与小姐。